为什么我的快递还没到 很抱歉 您的配送员就在和贵人决斗中 少爷 大家好啊 这里是斯密 在奔奔城战略队后 我终于可以在这一座 暴乱战略奔奔者的吐槽了 老实说一开始 我看到海报的时候 我以为这个战队会是这样的 幸好 米其林轮胎先生出现了 选队轮胎改变一切 或者是这样的 关键就连剧情里 他们自己也吐槽 这是轮胎人 在面对神座前辈 从而战略的高强度压力下 罗伦哲选择回归 以搞笑日常为主的路线 射终目标也更加偏向 地零人群 不仅每集都要宣传 交通安全知识 还告诉孩子们 一个残酷的现实 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是这样 但其实 这是一部诗说了 蝙蝠侠携手汽车人 大战邪入师 哥查德的英雄故事 主角罗伦红泛道大野 穿着试着同款衣服 我仍正直好爽 工程阶技术很强的副歌 是我很喜欢的性格类型 因为他可以V我50 把我的超能力 就是有钱发挥到的极致 靠着有钱和汽车人奔奔 一手创办了整个战队 并把自己家大别墅地下 改造成了生产盖装车间 车库 靠自己和我们一起研发 战队成员的全套装备 人称战队小钢铁侠 实力也是目前奔奔折底的最强 手势风向盘剑 剑可以捅向怪人后不断延长 并以比肩奔奔奔的飞行速度 让怪人绕地球一周 再从身后飞回来 让地平说信徒痛苦无疑 说实话 就这剑的伸长速度 别说捅穿怪人了 把地球捅穿都行 果然在队哄人均自走外挂 我不可能告诉你任何事权 但是平常又喜欢低调形式 干起了快递员的工作 如果你不是开跑车送货的话 会更有说服力 大哥 你干快递的 好歹像太郎一样整个面包车啊 两座改造会上天的跑车 不知道还以为你在洛盛独中快递呢 而他提供的服务 包括但不限于 光天化日之下 结清结新娘 给死宅驻日大使送他和偶像的合照 研发新玩具 以及随时随地化身 滴滴打人来保护货物 运势途中 为了保证后务安全 还会买下一家服装店来给他换衣服 或者直接买下一个垃圾厂来决斗 其实就是毫无人性 果然这年头想当超级英雄 要么有超能力 要么有超能力 而这位战队蝙蝠侠的汤 自然也有属于自己的罗宾汉和正义联盟 他们各个都身怀绝技 崩崩粉自不乎未来 是一个抓得住未来 啊 自命意义上的抓得住 因为上面说的那个被崩崩红结亲的新娘就是他 因为不想被别人酌自己人生 从会想成为皮套人 转头和男友公宿切割 说实话 他的成分真的挺复杂的 这边要忙着结婚 那边要忙着私奔 转头说自己不被定义要做独立女性 为人憨厚老实 反射湖堪比诺亚扎机对拨的长度 虎有大雨三过家门而不入 仅有未来三次骑车路过 都没踩到自己的队友正在刷三郎 但是也正是这份认真劲 让崩崩红青睐 选择让他加入正义联盟 成为了优秀的配送骑手 崩崩蓝明天色色狼 对物里的智囊兼情报收集专家 被崩崩红称为情报屋 在一部怪人以机械为主的事业观里 他的载具居然是可以拧螺丝的螺丝刀 我靠什么树叶有专攻 在第二集靠着对旋风式寄生器的了解 解决了寄生器苦心魔 对于崩崩红和队伍里的其他人 基本就是两张脸 崩崩粉入队了 我不相信他 崩崩黑入队了 我也不相信他 什么是大爷的决定 那他一定有自己的生意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嘛 虽然在官方设定里 有说是因为他对红的决断一般都很认可 所以才一副 站那里没办法的感觉 但是我还是觉得兄弟你不大对劲 不过涉事狼一旦接受 信任了他人也会信任的非常彻底 在第六集中 因为中了麻松苦心魔的麻松水 向崩崩黑忏悔自己怀疑他的罪过 如果特色有挺好萌奖下 我愿意把这一票投给这个流畅的华贵 崩崩黑阿九赖定 正义热水的新人警察 表以如意的老好人 是去有DGP的世界里 最无法收获幸福那种类型 说实话 这个角色包为什么一直给我一种阿尼亚的感觉 先天怪人吸引身体 无论巡逻到哪都会遇到苦修魔 并一次享受和怪人结婚 自行车被吸走 自行车被切割的服务 攀比李扬上岗第一天是在换熊市 在第四集中 因为ISA抓住了奔奔粉开河 奔奔红的主动使命制上网 从而让奔奔黑得到了上门 让奔奔红给自己不死职聘的机会 但是因为自己说想要成为英雄而被拒绝 凭借着自己保护他人的决心和意志 得到了认可 成为了奔奔黑曼八 走机强化MX4 最后就是第一集就出场 但是只在暗处OMO的奔奔局前辈 正齐悬翻 曾在暴太郎第八集中 饰演想要勾搭妮妮的庆服男 好了 现在庆服男真的有车了 话说这里手里的车钥匙是红色的 是不是早就已经给我们暗示了 被称为调配屋 和四十郎一样很早就跟着奔奔红做事的成员 但是因为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后勤 没有奔奔红等人那样的力量 所以一直婉拒成为战队成员 平时的工作主要就是负责给奔奔红花钱 目前大爷先后买下的服装电荷垃圾厂 都是由他去负责签写文件和付钱的 还有在队友需要帮助时给出关键道具 其完美诠释了特色红特有的四次元口袋 你永远不知道他会从哪里掏出什么道具 比如给未来送自行车 不知道从哪里捡来 帮助奔奔红挡住致命攻击的井盖 尝试帮助黑粉 毫里水泥墙的蹦床等 虽然看起来玩事不公 一副傻事都无所谓的样子 但内心其实非常想进步 在第七集时发现自己从口袋里掏出的道具 大伙都用不上了 属于是急了 哇靠 再这样下去 我不会被优化掉吧 于是选择和大爷对齐克力度 正式成为奔奔者 花生土木老哥开发酒居 一套施工现场玩的行云流水 战队罗伯奔奔 全名奔多里奥奔德拉斯 背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智爷松本离乡 因为受伤而坠落地球的车型宇宙人 居住在大爷自家的秘密基地车库中 需要踏实会变形成50米的大型萝卜作战 啊 车型宇宙人 然后是辆卡车 还会变形 柱子哥是吧 这终极萝卜不整个天火柱子哥 延续了战队喜欢咖喱的传统 化身为咖喱仙人 别人里不用变形出去作战时 就在家里煮咖喱 而且这部作品里 咖喱就和咱们的饺子是一样的 有什么不顺心谈不好的事情 吃个咖喱就可以解决 ISA的特别说官不高兴 将我们团队解散 吃个咖喱吧 想要奔奔者人 就ISA自己选择 吃个咖喱吧 哎 只要能在这个战队歌谈室 吃上一口热乎的咖喱 也算是过年了 戏五条 关于这个角色没什么过多描述 只是他是联合国所属的ISA的特别搜查官 被奔奔含有红花成分的咖喱所征服 且对象奔奔这样会管自己 叫姐姐的怪孩子有特别的好感 说完了目前的正派角色 我们再来说说反派这种哈希利安 为了收集名为汽油的能源 以及扩大领地而在宇宙间到处侵略 并作恶让人们哭泣 从而产生汽油 目前登场的哈希利安角色共有四位 一是夏宜要巨大化领盒饭的前妻boss 干部马德雷克斯 应该致敬了经典的 暴走飞车电影《疯狂麦克斯》系列 是第一个能让奔奔红吃瘪的存在 还有被称作三二塔的常驻怪人 分明是拿排气管当头发的德克多拉德 拿UFOX当头的伊塔莎 以及使用天心队汽车外形 天生风格涂装的耐摔王 牙耶牙一一牙路卡 新名字的后半段来源于 日本著名定格动画 天竺鼠车车的发音 负责在苦魔兽被打败后 帮助其巨大化再死一次 虽然但是 你们三个字组合这配色 我真的很难不联想到那三个人 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 为了保护世界的核心 而他们每集的操作大概就是 先找一个看起来合适的物体 然后把钥匙插进去 然后创造出像Kami一样 不断复读自己名字的苦魔兽 这就是为啥我开头说 这是一部蝙蝠侠携手 七十人搭战邪辱师 各上的英雄故事了 尤其你看至今那集邪辱师 压制服输自己内心的黑暗 而露出的表情 就知道这一切 其实都是邪术师的阴谋 目前创造出的苦魔兽有 一直要求别人跟自己结婚 试图提高日本成婚率和生育率的 魔增婚纱苦魔兽 极端紧闭症患者 吸尘器苦魔兽 极端守旧派 看到会动的东西 就要把他杀死的十种苦魔兽 四十度大的贴 让别人在室外 增上拿的神经苦魔兽 有着抖M倾向 喜欢让别人用飞标 扎自己身上的飞标苦魔兽 把马桶水往别人身上泼 让别人对着马桶 吐露心声的马桶苦魔兽 有一说一 只能说还是受子宫箱限制了 不然你直接泼带达便附魔的水 能收集到汽油岂不是更多 以及只搭砖块水泥 不塞钢筋的黑心老板 水泥强苦魔兽 目前 爆场依旧在走着搞笑的 日常单元剧情 所以说如果是按照一般战队的节奏 那么可能一直到 拿到强化形态之前 都会只是在走单元回 不过观感还不错 每集的笑点也很足 每个人的演技也都很在线 当然开播七集 也难以看出什么大的内容 只能说期待轮胎人之后的表现吧 那我们就到这 喜欢的话记得都点赞下关注 这里是段光是生命版 我们下下见